雪莉生前参加的综艺停播 看到雪莉节目中读的恶评 不堪入耳 相信很多人 之前都有听说雪莉的死因是因为抑郁症 而和致死原因脱不开干系的 就是那些曾经在网上发表言论攻击她 辱骂她的网友们 然而实际上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没有办法去深究到的 网友们其实现在针对的根本不是恶评之夜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当初还帮助雪莉开导了很多的心理问题 甚至节目播出之后雪莉的舆论状况变得好了很多 但是如今既然已经被官方停播了 那也只能说 官方有意要将雪莉的死亡原因引向恶评这个方向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帮助调查背后真相的沧海医素 的确挺无奈的